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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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真是有心的, 請坐… 請坐… 別心而已 剛才隔著門也聽到你們嘶嘶聲 真的不說了 也不知道趁家奶奶你有病的 聽不聽到, 佳儀? 現在我出院, 每個四萬個嘴 你又拿著眉頭 你不記得你要忍我笑嗎? 你優小一點, 我就開心一點了 媽, 你真聰明 第一個療程很辛苦 你熬過了, 味道還這麼好 大寶南哥 媽媽, 聽你的時候說吃東西沒有味道 現在也有分離角落吧? 是呀, 我現在有分離角落 我吃了一個小豬包, 美味得不得了 Gilbert說他小時候上學前 你一定買小豬包給他吃 以後就由我們買給你吃 你今早買來的那隻硬豬 咬下去很脆脆脆脆的 我真的一輩子沒吃過這麼好吃的小豬包 畫得好吃 你們就要向趁家奶奶學習 甚麼都吃 像這幅畫一樣 甜的吃, 苦的也吃 做人是要兩邊看的 說起吃, 我們也買了一些東西 給我們欣伯母吃的 謝謝 是呀, 這些雲脂 是特地和人在貴州買回來的 很適合的欣伯母聚電療吃 是呀, 謝謝 陳姐姐認識了 吃賣雲脂, 買人心的東西 你也知道人心吃了之後 他會行的, 他會行的 那些東西就行的 是呀, Jackie 你以後就要多煮這些 給奶奶喝的, 知道嗎 不過你年輕人都不會煮的 待會兒進廚房, 我教你 在這裡坐下, 吃完飯再走 好… 怎麼樣? Jackie 能否打得好? 是不是水滾就放些雲脂進去? 你粗身大小, 你真的等我來幫你 你先走一旁 媽媽就跟我們商量過了 你還是暫時搬回家住好一點 為甚麼? 我看你奶奶的樣子 也不太耐用 我看趁家奶奶 頂多只剩下三幾個月的小貨 媽媽, 你別亂說 就算奶奶真的有甚麼事 我搬回去又怎樣 你年輕女兒懂得甚麼 一個進一個出 你又有了寶寶, 就來她就去了 她在這裡, 像驟忌的 你想說甚麼? 你奶奶真的不怕 明知道自己有這種病 就應該早點叫你搬回來我家煮 讓我的孫兒先出世 媽媽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出來, 你奶奶就要走了 如果反過來 你奶奶不走的話 就輪到她不出來 就是了, 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為甚麼你有這麼荒謬的想法 你明白也好, 不明白也好 總之我叫你搬, 你就搬 媽媽也是為你好, 肚子是你的 我不搬, 我也不相信這些 你們今晚也不要在這裡吃飯 我不想你在奶奶年前 那些不好聽話 殷伯母, 你今晚想吃甚麼菜 剛才我們研究今晚的菜單 隨便吧 隨便吧 你媽媽, 甚麼? 鑑腩油柴有機菠菜 好 蕃蜆蚊魚, 全部都是有益的 好, 吃吧… 不用這麼大陣仗 醫生說我甚麼都可以吃 我想吃椒鹽鮮油, 你們又不給 這麼多? 大媽, 你剛出院 別吃這麼多熱氣的東西 留定肚子 吃爸爸專心炮製的糖心鮑魚 是呀 還有你最喜歡的鮑魚汁炒飯 好… 陳家, 今晚你們多吃幾碗 好… 我先看看花園 好… 爸爸, 不用了 我媽媽有事, 她不吃了 為甚麼?先吃飯了 媽, 你有事先走了 行了, 我們就走了 是呀, 殷伯母 我們下次再來探望你 是呀, 下次再試個殷伯 你的手勢 陳家奶奶, 你不知道 我已經知道了 現在的年輕人大了 多說一句也不行 不聽老人言, 吃虧在眼前 如果有甚麼事 就別說媽媽沒提醒你 明天再來探望你, 陳家奶奶 要保重呀, 走開 Jacky, 你剛才跟你媽媽說甚麼 沒事 不是呀 剛才她走的時候生氣了 還說甚麼 現在的年輕人不能說 甚麼事 其實我也不知道她想怎樣 媽媽想我搬回去住 說來說去都是甚麼 一個出一個入 甚麼一人出一人入 是呀, 說一點不說一點 Jacky姐, 過來聽聽 說吧… 說出來吧 說出來讓大家笑一下 大契過病 笑得越多越快就好 不如讓我開估計 老人家的意思 就是說 家裡有個有重病的人 快要去 剛好又有一個寶寶 快要出生 這樣就會對張藥出生的寶寶 不太好 這個親家奶奶真的沒興趣 每次來都說毛利喇喇 第一 我們家裡沒有人快要去 對 第二 姐姐一天給一天精神 老虎也打死幾隻 免得幫忙照顧孫, 還行 照顧大學 好 媽媽, 我不相信 你不要放在心裡 我也不相信 這件事當然不會放在心裡 不過Jacky, 你也快要做人媽媽了 你也不想將來你的兒女 一言九鼎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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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跟媽媽有什麼商量 你別讓她 如果我媽媽都像你這樣 那就好了 你怎麼這麼急著叫我出來 我們不是約好星期二、星期四 去吹Sexy風嗎 今天是星期一 我今天找你, 有兩件事 第一 就是我剛剛出現了 可以還回第一期的錢給你 不用這麼急 熟還熟, 熟還熟 第二, 我想請你吃飯 第一, 如果你又還錢 又請我吃飯的話 我就給你又吃又拿 第二, 你剛剛出錢 就還這麼大份錢給我 這頓應該是我請的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請你 要不是你借錢給我 我想我已經被人追債 追到失去工作了 你說你是不是值得請 你再說下去的話 我真的不夠你說 好吧, 這頓我就讓你請 我們就在前面那裡吃牛腩麵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吃一頓好的 你當陪陪我吧 這頓看起來很貴 只看著煞煞聲, 真棒 好吃就行了 好香, 一定很好吃 其實我工作有萬二元一個月 我又不大小 應該養得起自己和我爸爸之餘 還可以久不久出來吃一頓 自己餡了內容捨得吃的東西 但是你上個月 才用八千元買了一個Sex for我 然後你一出糧, 又還了一筆錢給我 那你這個月又正在忙 現在在說秘密 要不要這麼糟糕 總之吃完這頓之後 我就節省點洗 其實吃街邊的東西都可以很開心 我這幾天覺得很自由 播學之後喜歡刺兩串魚蛋也可以 做一碗魚翅兩口也可以 Alfred不喜歡吃街邊的東西 我和他在一起之後吃少了很多 又和Alfred吵架? 不是這次又為了 誰喜歡誰更多的問題嗎 哥哥問他借錢 實在太離譜了 你大哥這次真的不對這樣做 所以你們兩個做了這件事 不開心嗎? 其實為了什麼原因也好 兩個人分開未必是一件壞事 不用這麼大件事吧 水媽媽跟我說過 有一種男人明明在你身邊 但感覺跟他距離是很遠很遠 水媽媽是這樣的 不代表Alfred是這樣的人 喜歡一個人 但不知道對方在想甚麼 很辛苦的 那我問你了 你放得下嗎 其實我還很想念他 我上學都沒有關電話 我怕他會打電話來 每次電話一響起 我就會很希望 來電顯示的名字是他 那他沒找過你 我知道為甚麼他沒找我 他跟大腳伯的案子 剛才打完第三課 我不是跟你說過 他很想贏大腳伯的 總之一天案子還沒搞定 他也不會想起我 那如果他真的找你呢 如果他真的做完一件 他認為很重要的事 可能真的會找我 但在他心目中 原則和工作永遠都先走 而我的感受 永遠都是先走最後的 到了常在心 你甚麼都不要想 快點上去洗澡樓睡覺 知道嗎 你怎麼了 謝謝你送我回來 我先上去 上了心… 上了心 我買了今晚的畫劇票 快要開場了 我看完再生氣 我答應你了 以後有你說, 沒我說, 沒得上訴 我這幾天不打電話給你 只是怕你還沒生氣 我打算給大家一點時間 讓大家冷靜一下 原來我真的越來越了解你 你沒找過這件事 不是因為你要冷靜 你一個電話都沒打過給我 是因為你需要一天時間 去全心全意準備大腳八的案子 第二天要上庭打官司 直到今天你甚麼都做了 你才會想起我 你知道我有多想打贏大腳八的 我緊張的官司不代表我不緊張你 我就是緊張你才不想你重用你哥 我不想給別人傷害你 我不知道人家怎麼想 但我這個原則我不會變的 你送過生命背後給我的時候 你說過我會常在你的心裡 其實除了工作和原則之外 你的心根本是放不下我 你可不可以記住不開心的事 我也嘗試不要記住你哥哥的事 我們一人讓步 你始終還是覺得我不對 就算這次真的被我們忘記 我始終還是我 我早晚都會做出一些你覺得我笨 遺會你原則的事 你是女朋友 難道我看著你坐也不出聲嗎 如果你真的喜歡一個人 你不會經常記住他做… 謝謝 你幹甚麼 為甚麼只有你一個人 我的好朋友常在心呢 他是不是應該是常在你身邊 我剛被他飛走了 為甚麼會這樣 是呀,我聽常在心說 你每次失戀都找他陪 這次輪到他了 你應該找草餅和阿姨一起陪 但看款式,自己壞人陪多一點 其實你們都不在一起吵架 總之我覺得搞到朋友不開心 甚至是你不對 其實常在心沒跟你說過 他和我一起是不是真的好不開心 是,英俊與美女 又是Today's Color的時候 看今天有甚麼顏色 上次我的心情不好 我只該選擇藍色 你替我加了黃色,把它變成綠色 那今天你的心情 是不是應該是藍色加紫色 夠惡加悲傷,你眼窩還不夠三色 那不如這樣吧,這次我替你選個綠色 Rain for Hope 好,這次就讓我給點希望 你同事再收吧 好 綠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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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多留一會兒陪你的空姐朋友 不,我要趕著回家 電話給我的好朋友跟他說 有個男人為他借酒銷售 你不知道女生很喜歡 知道自己喜歡的男人為他不開心 反而更開心嗎 謝謝,我真的不要亂解女人 難怪剛才那部話劇 看你也看不明白 你是剛才看的話劇嗎 你看哪一部 二十八加二 怎麼這麼巧 那部話劇是說幾個 就是三十歲的女人 又怕寂寞又怕付出 做得不錯 你怎麼知道 那當然了 我是看完出話劇才喝酒 不過那部話劇是女人劇 你男人看不悶嗎 悶得悶 沒有,不過我打算整個心會喜歡 所以就去買票 幸好他沒有來 要不然被他看見我打了下母的樣子 一定說我沒有心陪他 所以知道他有心好意而已 只要他把整齣劇的故事 逐一場戲、逐句對白告訴他 他就知道這齣劇 是一個年輕有為 影中不凡的律師位而看 他一定感動到死了 威羅 謝謝 他會不會感動,我不知道 我一定說不出整個故事 你怎麼看出來 沒理由 你做律師,你們的口座一定很好 我肯定你說故事一定會很好聽 我看不完整個劇 我看得差不多一半,我走了 有頭沒尾 怎麼說 怎麼會這麼巧 我因為那些機器延遲了 我趕到去只看到下半節 對了,你看到哪一場了 我記得說到 有個阿蕾出門前 我畫了眉化妝 都要花一鏡 覺得自己很不順眼 突然之間 很借地帶到沙發裡 大聲喊說 我不想上班 隨便一個男人娶了我 算了吧 真是很巧 你怎麼一進場 製造這場戲 這麼巧吧 是啊 不如這樣吧 你把後面的劇情傳給我聽 可不可以找到整個故事 這樣不行 因為我沒看上半節 所以有些東西我看不明白 不如你從頭來告訴我 然後我再告訴你 下半節 就這樣吧 一開始,女主角就喜歡了個特技 好… 來,大姐先吃藥 吳大媽 有我們的歌星 比你送藥是否容易吃很多呢 是… 不過包含我的歌星就… 好… 我不是很覺的 你… 姐姐,你的關顧獨殘 一個無常的愛戶 不要再唱了 好老套,不要再唱了 你真是會跳 你五陰不全的壞鬼 你看姐姐的樣子 每天都吃到,頭都射了 你真是鬼音樂 唱吧,姐姐,我給你唱 你唱…不要唱 不要唱… 不要唱… 你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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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基跟Jacky好像在吵架 叫你站在這裡 幫忙 站在這裡,不准你去 幫忙 幫忙 你怎麼走這麼快 穿這麼高高跟鞋 大肚臨 難怪已經扭了一隻腳 不得了 怎麼這麼吵 有話要慢慢說 沒事,媽媽 我先上去 我不回,我趕時間 好了…別吵… Jacky,你趕著去哪裡 Ronald的爸爸現在在醫院 醫生說可能過不了今晚 我想記得最後一面 他也不給 這些人是家事 你怎麼會知道 Ronald說我就知道 老爺很小,我很想見我 那就是你們跟我聯絡 也是因為這樣才找我 就算我們離婚 老爺依然很疼我 上次我哥等錢用 Ronald不肯付錢 老爺在醫院 凍著掛著拿芝菲給我 他還幫我瞞著Ronald 吃得Ronald… 我疼你老公 你喜歡怎麼想不怎麼想 我一定要去 走慢一點… 都說了大肚臨要走路慢一點 而且沒有發脾氣 動得胎氣怎麼辦 阿嬌說得不是不對的 大肚臨不應該探病民喪 我也有陪婆婆去醫院 怎麼同呢 自己一家人百無禁忌 你外人就不同說法 老爺一向當我是一家人 他快要死了 我想見他最後一面 老爺… 老爺…我才是你老爺 你叫人做老爺 叫了很多句我都忍了 現在還揍我死?大吉利是 算了,姐夫 Jicky或者叫慣了說不出口 就當我剛才說錯話,對不起 但是… 但是Ronald的爸爸快要死了 他以前對我很好 經常跟我聊天 你怎麼不可以讓我見到最後一面 總之我不想你去 阿嬌,你就讓Jacky去吧 其實Jacky也說得對 就算他們已經沒什麼關係 但還是好朋友 你就當他去探望老朋友 媽媽,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媽媽也不是 大逃亡去醫院 我們這樣的地方真的… 小心點就行了 Jacky會小心的 阿嬌,你開車 載Jacky去吧 神在心,今天星期二 你怎麼不學Sexy風 你知不知道你還沒學滿師 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我今天不學了 你怎麼了?你沒事吧 你好像很不開心 你失戀了 你不要這樣 有甚麼事你哭出來 哭出來之後對人比較好 哥哥,你到底要怎麼樣 你放手 幹甚麼?你帶我來搞事嗎 大逆,我遲些再去找你 我都說不給了 拿來 我這次怎麼也會借錢給你 我是不是替你借 我拿個住戶借的同仁借而已 威姐 拿來 你嘗試搶我這個報警 拿來 神仙 臭丫頭,你真厲害 報警抓我 你救了 你小時候我有份養大你 你厲害 讀大學、讀法律 還是做律師 賺了很多錢 你老大 小號還沒畢業 出來捱老仔給錢 你當然廢了 你別說了,我會給你 拿去 好了…別吵了 阿德,你聽我妹妹說得這麼多 爸爸 我現在不是替他借十萬九千七 拿個住戶借幾千元 看甚麼?老婆辦公 你去哪裡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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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德,如果你再這樣 我會找這張照片來咬死你 你…你回來有多久 幹甚麼事 你去哪兒拿錢 你去哪兒拿錢 突然出來罵我 去哪兒拿錢 幹嘛 甚麼事 你是他 在這裡搶討人員去借錢 阿琛兒早晚都被他…被他害死 你怎麼搞的 你又來搶東西? 受包心,立刻報警 我拿家關誰的事,馬路 你自己不騙, 還這麼大聲 你們好東西, 不幫我們就算了 別在外人面前浪費過 你真是個臭小子 看他 別這麼理, 坐下試試 我把茶給你送一杯 不用擔心, 他回來找你 馬上叫我, 我幫你趕他走 我情願他這輩子也別再回來 不要打臭, 不要打臭, 不要打臭 原來你真是贊人周身債 關你什麼事, 傻瓜 你跟著我幹什麼? 你要追債, 替我妹妹追 這些錢是她替你借的 我是你妹妹, 你沒有人性嗎? 怎麼了?是不是老闆 慢著…這次你不是動手的 找個地方坐下來慢慢談 老闆很熟, 你沒有談嗎? 來…不打不相識, 一著走一著說 拿著掌踢 想買什麼好東西? 是你? 有沒有又便宜又漂亮又值得的東西? 你不用上班嗎? 這個時候還要走過來這裡? 我剛剛送完文記去填兔廳 走開這裡就過來說個好消息給你聽 什麼好消息?你跟Eric好起來嗎? 我想告訴你, 我哥哥搬走了 你不用再擔心我了 那就開心了 他在肚瓜還了一個套房 而且他沒有向我借錢 我現在可以專心讀書 是不是?我也說了, 人會改變的 可以了, 幫我再選幾隻鮑魚吧 來… 冷靜, 你沒事吧?我還不開心 那些壞事過了就別再想了 知道嗎?記住, 經常都要… 我沒事, 我剛剛想起 有份曲貨還沒做, 心過掛而已 我不妨礙你做事了, 我先走了 再見 你記住了, 經常都要… 你那個人這麼大 整天攤開雙手問我妹妹拿錢 我不知道是醜的嗎? 一個人這樣對你來就沒話說 打算安分守己, 找一份工作去打 沒用的, 明明那些太難服事 不聽我的解釋, 要我以後不用上班 我畢竟是武王 說我不懂教跳舞, 你真是傻子 現在搞到, 連家一百尺都不夠套房 你幫我租 話說回來, 反正也是 來, 量一點現金, 別把握袋有安全感 我也是當方風伯 對了, 聽說你以前開過寵物店 向西環士美飛路那裡 有間寵物店, 我朋友開的 我打了老友牌 九千元個月, 做了經理, 值不值? 九千元? 拜託你先做, 比在這裡蹲蹲 可以… 是, 我知道你以前 是賺過大錢 做了經理, 就誣咒你了 但你也想回家 大聲跟風伯說, 我找到工作了 就讓風伯和常在心, 不用擔心 考慮… 老實說, 這份工作 你跟我認認真真地去做 你再不調的話, 我真是… 有膽子, 是不是? 有膽子, 有膽子, 有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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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膽子, 我想你幫幫忙 好, 多點事做就更好 想你幫我做一件送外賣 有膽子, 有膽子, 有膽子 有膽子, 有膽子, 有膽子 有膽子, 有膽子 原本約了這個月過來簽 突然說不能來 打算剝上你給Kent時間 過去跟我搞合作回來 沒問題了 給我多點工作, 幫我安排時間 好, 那謝謝你了 不用了 早安, Ted 早安 早安 怎麼樣?還在冷戰嗎? 不是, 哪有這麼多時間 我們還在做外賣仔 我不是沖了一杯咖啡 所以你嫁得很為難 當然了 以前有常在心風 你出了愛心咖啡 為甚麼這麼責任, 常在心 快點自動自覺 再製作兩杯咖啡吧 這條會這麼巧 又讓你看到我的責任 你沒事吧 不是你大哥在我搞事吧 不是, 他變了很多 他沒有問我借錢不僅 還靜靜靜靜地找了一份工作 上次他回來看爸爸 我看見他在卡片 他現在在寵物店做經理 爸爸不知多開心 那就不錯了 我都說了, 人們會變的 我也打算打電話給你告訴你 你不用擔心我和爸爸 不過我轉個頭也不記得了 你好像很多事情在想 想不想我把車子 和你坐下茶餐廳等你掃後苦嗎 不用了, 我也不苦 我剛考慮完事, 擔心考慮得不好 綠燈了, 你也轉心開車吧 不跟你聊了, 再見 那好吧, 放我吧 小姐, 可否幫我幫忙 謝謝你 小姐, 麻煩你也幫幫我 怎麼這麼巧? 我們好像三天之內第二次見面 這次還在空中 真的這麼多寶貝都中了 水馬? 看來又中獎了 如果要到場, 我們每人獎一元 應該可以每一條街上回來 你有朋友嗎?一起坐吧 好, 我在同事站逛街 我下來吃點東西而已 你又住這間酒店嗎? 你也是嗎? 怎麼這麼巧? 我想這次的派菜應該過億 對了, 你有沒有跟阿森說 上次的二十八加二的故事? 上次你說完下半字的劇情給我之後 我回去又只顧著做事 你全都不太記得 你真是沒心肝 不過不要緊, 要醫治台灣 應該有得救的 台灣很流行哄女朋友嗎? 不是, 是台灣多愛情小說 你隨便買兩本, 怎麼也找到點辦法 你也挺熟台灣的 我還以為那些女孩子 應該喜歡日本、歐洲之類 其實我挺喜歡台灣的 可能我覺得台灣的女孩子像我 喜歡拍拖, 拍拖再拍拖 拍拖… 你至少在台灣拍過三次拖 我拍拖的次數 就等著下多少砂糖 數之不盡地說 失敬…那你呢? 我嗎? 至少現在不流行用方糖 不是一顆球 一顆不可能 我只聽阿森說 至少知道你有一個前女朋友 叫Janet 我是說我自己像一顆方糖 方糖? 你說你拍拖的次數多得太荒唐 你沒事吧? 沒有, 心裡說 早兩天這裡發生過地震 可能這裡是余震 不過不要緊 怎麼也不會影響他喝這杯酒 我也想喝這杯酒 可能那杯咖啡太甜了 我也看得出… 喂? 上再三, 怎麼樣? 出了試積表了嗎?行不行? 可以吧, 比合格好一點 那就好 我聽你的聲音沉沉沉 我還怕你胖子 我有點累而已 那你快點回家休息一下 我不跟你說了, 再見 再見 又有余震 想陪你跳舞也不行 走吧 再等一會兒 很快會有音樂的 我的直覺很漂亮 看來這次真的跳不完整首舞 不是的…可以的… 你多給我十秒時間吧 好 氣象局宣布 剛剛發生的三點五級余震 為了各位住客的安全 請暫時疏散到酒店外的草地 隨便坐 水墨, 還要碰你了? 還是練中三緣 原來那個天哪有聽我說話的 對了, 你知道這點兒 為甚麼女人這麼喜歡厚不對心? 是因為其實不單是男人怕輸 女人更怕輸 所以很多事都不敢說出來 因為怕會失望 而我呢, 就最喜歡跟天說 因為就算怎麼輸化 天都不會笑我 你多是相信的, 又相信緣分又相信天 你記不記得我的男朋友叫阿淵? 你先說誰叫阿淵, 你這麼多個阿淵 很喜歡寫詩的那個 我記得有一次他寫了一首詩給我 裡面有幾句很深刻的 意思是說, 如果一對戀人 在天崩地裂的時候 可以一起跳上一隻舞 人生裡面就再沒有遺憾 我也是跟天說的 我說不用要另一半的 如果只有天崩地裂的時候 只要有一個人 想陪我跳上一隻舞 已經很完美了 想不到剛才真的應驗了 剛才三點五, 急如襯而已 怎麼算天崩地裂呢? 我已經收貨了 那天真是完成了我的心願 對了, 你有沒有甚麼心願? 我跟天崩地熟, 我可以幫你跟天說 說不定可以優先處理 我最近在處理一宗 公然面外的案子 對方的律師很辣, 要大他一百 我之前輸過兩次給他 我真的很想贏回他 我真的很想贏回他 說了, 上尾會做事的 好… 好啊 來吧,來吧 麻煩你,一碗魚肉切兩扣 好,等一下 小婆…十元車仔麵拿走 好,我等一會兒,不等 班姆,你認不認得我? 當然認得,我兒女朋友 不叫阿亮? 她去了台灣工作 小婆,多加辣椒油 你吃這麼少東西夠了? 習慣了,隨便吃飯的肚子就算了 你知道,有時候客人多起來的時候 臉都乾了,我都沒時間吃 不如我們去坐下來吃東西 你吃完再開檔 辛苦是找來自在吃的 你和Alfred同事嗎?你也是律師嗎? 我還不是,我現在還在讀法律 我和他在一間公司工作 是呀,你也很聰明 你和Alfred真的很配合 我這個兒子工作是很拼命的 如果他沒時間陪你 你千萬不要生氣他 有時候我打電話給他 他也不肯跟我說話 不過你千萬不要以為他不孝順我 但是他去了台灣,他又不告訴你 你在女人街上擺檔,他又不知道 你不生氣他嗎? 我這個兒子算是這樣的 如果換了第二個 根本就不會認我這個媽媽 Alfred小時候讀書很聰明 學校的老師都很喜歡他 但我年輕的時候,又爛倒又大小 經常過大海 四腳的東西甚麼都適合 真是逢得別適合 Alfred爸爸當警察 他就像他爸爸那樣,很有擔戴 他真的很顧家 我每次輸了錢,回來探大手探問他 他無論如何都能借回來給我 借到連警察的伙計都怕了他 借不到的,他就問大二孔借 其實我真的不會有一個這麼好的老公 一個這麼好的兒子 我這個做媽媽的 到連Alfred生日都不記得 青娘,你倆機打電話來 說你家裡有發生的事 你快點收拾包回去吧 追債人家 追債人家 阿楷去了哪裡? 爸爸,是不是又有人追債人家? 爸爸… 爸爸又有人追債人家 你快點回家看看爸爸 阿楓…怎麼做?媽媽正在賺錢 真是的 你快點 嚇到你了 拿一元回去買飯給爸爸 爸爸,媽媽說他在想辦法 你先拿著這二十元吧 我就去問四舅父他借錢回來 借不借 你之前你媽媽借的那些還沒還 走吧 老闆,我們兩瓶汽水 好,來… 那件事之後,他一整天都不出聲 只是拼命地讀書 他連年都拿獎學金回來 每次考試查驗 他都不會跌出生命之外 但是有一次作物,他就榜膽 因為我看不起我的家庭 他作不出 他之所以對我不冷淡 甚麼都不跟我說 這些都是我自己的努力 你的信箱暫時未有任何留言 要收聽二廚圈的留言 請按一字 要更改設定,請按九字 請按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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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還沒許完? 是呀 你們被他在心裡許了嗎? 是呀 我知道了 你的願望當然想和常在心一起起祝生日 我們有叫他來的 但他來不了,就要回家了 現在未來過十月點 你又怎麼知道別人不會願望成真呢? 沒錯 沒關係,可以了 準備,準備了 準備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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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